这两天围绕的接二人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前几天看到川普在喊话 你西方要是不来的话我就加税了 而且美国已经针对这三千亿加税的问题 国会开始搞听证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中国这边呢他有几个动作 一个是宣传口的一个是西方本人 那么西方本人跑到这个中亚参加上河的一个会议 那么正好赶到他生日 普京给他回证了一个蛋糕 为什么要说回证呢 因为六年以前 在普京过生日的时候 西方给他送了一个 今天人他只是还你仅此而已 那么国内的宣传者啊 从这个求是就是中央中央的这个机关刊物 求是发表的文章来看 他还是着眼于打这个贸易战 就是他不怕打 他提出 在中美贸易中 美国的消费者和工商业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那么从美国这边看呢 也是有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在中美贸易中 或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美国企业 它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好处 我们看到了有零售业是吧 沃尔玛 有这个服装加工业 或者说服装销售的这个 李维斯这一类的 667 661家企业 联名给白宫写为公信 他们认为贸易战继续下 其实不符合美国利益 只能导致双售 他们甚至认为贸易战所带来的关税 是由美国企业来支付 而不是由中国 那么这种声音我们之前就听到 或者说也有过预判 所有GY烂炸的这些企业 都是在中国获得了利益的 那更多没有进入中国 或者说在中国没有得到公平待遇的 这些企业可能就不会交 他们希望由美国政府 为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他们要进来 获取长久的利益 那么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需要中国能够尽可能平稳 执行一个有章可循的制度 是吧 你不要张力戏感人家无所适从 那么这些企业 它必然已经在中国 占据了一些优势 有了长久合作的这些企业 那么出现竞争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从去年开始的贸易301 它最终要解决的 是中国不要用国家手段来干预经济 包括巨额的国家补贴 国家补贴其实每个国家都有 大多数国家其实都有 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中 各个经济团体中 其实提出来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中国的补贴呢 它是有倾向性 凡是跟外贸有关的补贴 都相当的重 所以专门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产业 从这个出口退税 到这个贴线 因为有一些退税的单子 它一般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钱 那企业周转不灵的时候 专门有人就做这个 你把退税的单子给他 他先把钱给你 倒把皮扣几个点 作为他的利润 其实就跟贷款是一样的 这些行业在 可能在其他国家都没出现过 这在中国 他们是属于吃政策饭 一般除了资金以外 还有政策上的一些 内幕消息 一般人干不了的事 其实每一个有海关的口外 都有这个行业的准备 那么中方和美方 目前传出的声音呢 其实都很模糊 但是我们基本上能看到 G20会达成一个虚假的和平 西方去了以后 应该来说 不会当面发生大的冲突 所有的谈判 还会继续 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个明面上的结果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 因为中美都在调整 中方打的是悲情派 是吧 背诊一战 你要是真跟我玩的话 我就跟你躺了完了 睡下来干 不是我要打 是因为你在打 你打的话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威胁 其实前两天就有了 那么差不多十天前 现任的央行的行长 易刚 发表了一个讲话 其中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 人民币无所谓 破不破气 没有敏感的数字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准备了一千亿 如果说因为贸易战导致工人失业 哪怕是半年 或者半年以上 他拿这笔钱 来为下岗的工人 进行职业培训 再叫 是吧 所以他这个话讲的 我觉得 应该不是很有底气 我们都知道人民币破七 它是一个心理价格 破了七以后 很快就七点三 七点五 是吧 到了七点三 应该来说就是 相当敏感的一个节点 到了七点五 习胖就算想救 他也救不回来 就完全就崩溃了 这是一个心理价格 其实周小川也在表达 同样的观点 只不过他比较圆滑一点 他说人民币不存在七的问题 但是呢 全球范围内存在 竞争性的贬值的问题 他把这个美元 即将要走弱的这一步 也计算在内 所以他这个提法很有迷惑性 而作为美方来说 他是不希望看到 中共的汇率迅速的崩盘 因为无论怎么说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比例 还是很大的 然后他的撤离也是需要时间 作为美方来说 他要保障美国企业的安全 就因为你挣不挣钱 那可以说再其次 对吧 但最起码 他不能让人币 快速的贬值 如果进入这个 快速贬值通道的话 一定是 双方都有预判 而不是由中方 单方面发起 那么周小川原来是 央行的行动 现在是金融协会会长 他说的话 不仅具有威慑的口吻 而且确实代表个官方 易纲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他是阻招金融的 现在是央行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的香港游行 已经落到林郑出来表态 撕裂了香港社会 是吧 他向香港市民道歉 当然 他还要表示 他还想继续服务于香港人民 真正不下台 我错了 但是我不下台 香港事件已经研发到这么一步了 我们看到川普的态度还是很模糊 川普说 其实川普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确实有一百万人上街示威游行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示威游行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是 我相信中国和香港 我确信 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也就意味着 他没有在最好的时机 表示他的态度 其实我们看到 国会的从议长 一直到议员 都是一分天一 那么有一个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 还有一个就是 香港与美国的这个政策法 是吧 一个在立法 一个在更新 其实这个外部世界对香港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川普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模糊 当真他那么需要一个协议吗 其实不一定 但是他现在绝对不想 这么快就掀桌子 因为对他来说这不利 美国最终的目的 是要让中国能够进入一个游戏规则中 你要成为一个遵守游戏规则的玩家 其实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看起来呢 基本上这是不现实 中方目前的态度很简单 如果说需要签协议 那么所有已经加了的关税都要取消 这一点美方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不可能答应美方的要求 美方需要你有一个经济结构上的调整 国家不要在背后插手经济 最起码党不能管经济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的双方的条件相差很大 所以对G20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 G20应该来说是双方一个哈哈两个笑 但是背后掩藏不了 两国已经形成的这种事实的对立 G20最多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虚假的和平 谢谢大家 再见